原标题 不是父母的教育能力有限,就是孩子的学习能力有限,所以不是每一位孩子都能考上最好的大学。 别人家做不到的事,他们家却做到了,他和三个儿子都毕业于斯海福大学,有人说他的教育之道,简直和赵西成就一篇。 说到陈美玲这个名字,我们这一代的人可能没什么印象的,但我们父母那一代的人对他却是非常熟悉的。 陈美玲出生在香港一个普通的家庭里,家里有六个兄弟姐妹,她排行第四,她小时候是非常没有自信的,因为她既不是长得最漂亮的,也不是学习成绩最好的。 她的少女时代,就一直在怀疑自我中度过,只是谁也想到,这样一个不被看好,甚至连她自己都没自信的女孩,竟然在十四,岁那年被星探挖掘,走进了香港的娱乐圈,当起了歌手。 陈美玲虽然不是特别的漂亮,但胜在青春无敌,而且她的声音很甜,运气也很好,得到了日本当红歌手评委昌的邀请,前往日本录制歌曲《于美人之花》。 此歌曲让她红遍了整个日本,极致台湾,再加上她本来就在香港红,所以,年纪轻轻的陈美玲就站到了事业的巅峰上。 当年的她,和红遍东亚的山口百汇齐名,他们俩一起轮流霸占日本重要杂志的封面。 在外人看来,这样的陈美玲风光无限,但在风光背后,是难以言说的疲惫和辛苦,一天二十四个小时,她却每天都只能睡三四个小时,甚至更少。 父亲来探班,见女儿工作得如此辛苦,于是劝她,红得发紫又怎么样? 这些风头终有一天会成为过去,只有知识,才是时间永远拿不走的。 陈美玲深思熟虑之后,毅然在二十一岁那年宣布退出娱乐圈,然后前往加拿大攻读儿童。 心理学,大学毕业后,陈美玲重回娱乐圈。 对于一般艺人来说,离开了圈子几年,可能就被观众淡化了,但陈美玲的影响力仍在,她归来后风头竟然更胜从前。 在日本,香港的娱乐圈,又刮起了一阵热潮。 她在日本出的专辑,是八九十年代,日本娱乐圈外国歌手里面销量最高的。 而陈美玲在最当红的时候,宣布和她的经纪人,日本人金泽丽结婚,婚后,她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儿子,产后很快就复出了。 产后复出这种事放到现在,是在稀松不过的平常事。 不过八九十年的日本人非常保守,对女性抱有很大的偏见,他们指责陈美玲,要么在家带孩子,要么专心工作不要生孩子。 在这些指责她的人,不少是女性知名人物。 当时的陈美玲受到了很大的排斥,她内心非常痛苦,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选择错了。 直到斯坦福大学的教授,看到了她被指责的报道,亲自写信,给她邀请她到斯坦福留学。 陈美玲当时已怀了二儿子,但她不甘心放弃这么好的学习机会,于是怀着孕,带着大儿子一起前往美国,开始了她在美国求学的生涯,但是她的丈夫还必须留在日本工作,否则,经济来源没法保障。 在美国的那五年里,陈美玲每天忙得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,她白天要一边上课,晚上又要回家带俩儿子。 当年二儿子刚出生那会儿,都是保姆带到教室外,一个了就让她未来,可想而知其中的艰辛。 毕业后,陈美玲带着两个儿子重新回到了日本,和丈夫团聚。 回到日本不久后,陈美玲很快就还上第三个儿子了。 三儿子上小学的时候,陈美玲患上了乳腺癌,因为对丈夫和三个儿子的不舍,陈美玲最终用顽强的意志,花了五年时间抗癌成功。 而随着她抗癌成功后,她有了更多时间去教育儿子们,三个儿子先后考进了当年她留学过的斯坦福大学。 金字力加出了四个斯坦福大学生,就问你福不福。 难怪有人会说,陈美玲的教育之道简直和华人传王,家里培养了四个哈佛大学生的赵西城有得一拼好。 陈美玲后来顺应市场,出版了很多教育方面的书,如今62岁的她,是整个东南亚都非常有名的作家和儿童教育家。 一个女人能培养出三个斯坦福的大学生孩子,并且在出版界和教育界闻名辖尔,此生足矣。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